你看这电缆线立地5米多高 客户想让我爬上去检查一下线路 坦美说这个电缆线在上面两个接头 怀疑接头不好 导致这个设备的控制柜电压缺项 有时候最低能达到20多,最高是400 坦美用万一表测量的输入电压三项之间,电压不一样 它还是在拉掉总扎不用电的情况下测量的,电压不一样 用万一表测量,一会测量电压有了,一会测量电压没了 所以怀疑是断线了,有一个电压线是断的 那我自己的万一表测一下 电压档测量输入端 400伏很正常,这两项很正常 这两项也很正常400伏 坦美说就这么样测,一会儿有电压,一会儿没有 我怎么测的都有电压呢 而且电压400伏很稳啊 用电比测,单项 这一项230多伏 这属于正常电压 其实220,230,240都是正常电压 这一项239,240 这都是正常的 这一项240,也是正常的 坦美说这一项电压有点低 这都很多年了,一直这个样 而坦美这两天测的也是这一项电压有问题 一会儿有电压,一会儿没电压 所以怀疑这个电压线有断点或者是虚接的地方 去配电室看一下电压线这一头 看看电压正不正常 其实他们这两天都已经测过了 这一头的电压没问题 两块万一表,一个在这头测 一个在那头测 这一头没问题 那再回到这个控制柜测一下电压 他们说不一定什么时候测电压就低了 你得稍等 那我来测一下,看看电压 诶,电压很低 赶紧用电笔测一下 电笔测的电压跟刚才测的一样 每一项火线有 很奇怪吧 你看,电压也正常 再上万一秒测量 电压一百伏 你看其他两项四百伏 这两项四百伏 诶,奇怪得很呀 这是为什么呢 所以说很奇怪 那有零线之间的电压呢 测一下 你看测的还都正常 二百二 电压也正常 三项都正常 那为什么用万一表测量就没有电压呢 所以他们也感觉很诡异 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是 他们突然烧了一个风机 三项电的风机 然后修风机的说是缺项烧的 然后把设备的厂家叫过来了 换了变频器 换了焦虑接触器 所以就测主电路 分电路是不是缺项 这都查了一天了 所以把我叫过来看看是不是电来线接头有问题 不能怀疑接头啊 电压一会高一会低 不能怀疑接头啊 先查一查下边吧 回来再测一下 输入端 两两之间 电压正常 再换另外两项 电压就低了 还是不稳定吗 他们俩之间又没了一会儿 啊 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对 是不是测量的时候没扎准啊 不是 不是 它这些上面镀了一层东西 镀了一层东西 这层东西是不 看 镀了一层东西 镀了一层东西 但是它还是 镀了一层东西 不 我基本上都是放鼻子旁边 这样就好了 它镀了一层东西 稍微等一下 它这个鼻子这一块不通 不通电是胶 胶 黑表鼻 插在这个有胶的地方 测量 这两项之间 你看一下 看看电压 它就是没有400伏 换个地方 插在上面 很干净的地方 400伏 可以确定 你看 没有胶的地方测量电压正常 有胶的地方 电压就不正常 看着那里像一层什么什么胶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可以肯定 而测量的时候 如果表比插在有胶的地方 它就测不出电压来 测的电压很小 就是达不到400伏 表比使劲扎一扎 就是400伏 这就是他们说的测的不正常 原因所在 另外还有 生锈的地方 测电压不行 看一下 现在表比测生锈的电片 它没有电压 这个铁锈导电不好 其他都好 其他都正常 所以没问题 可以送电 送上电测量下边 分扎的电压 两两之间 电压是正常的 400伏 不缺项 也就是说 他们测量电压 缺项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有胶 表比插在胶上了 我再怎么解释 人家还是认为是线的问题 说我没有查到根本原因 担心还会烧设备 他们还是怀疑 电线可能有原因 想换个线试试 为什么不能选择 相信我一次呢 这个很明显呀 电比测在这个胶的上面 电压 它就不正常 测在光滑的地方 电压就正常 这个不用过多的解释 看电比就行了 现在开机运行没问题 好了 我的检修就完成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字典